起伏高雄九十八年開四股版營養五餐的度假競賽 高學校的這個中部生和這個營養素 透過的菜單設計和料理手錄的變化 香出的是香味這傳的營養五餐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們特別辦這一個廚藝的競賽 就是要讓我們的營養午餐吃的美味 而且健康 那也讓我們的孩子安心 讓我們家長安心 那這個108年開始這個廚藝競賽 就很多隊伍在參加 那我們在今年特別選的三個學校 分別是我們復興國中獲得金牌 那我們的從民國小 那以及我們的新南國小獲得銀牌 高雄部的主品由提供標示說 昨天不是他在想在地 用東幾隻安心為止 推動到營養五餐的理念 以為了讓營養五餐競賽有變化 高雄部的股份在當地的競賽 讓總部的資格營養素 互相來做到交流 幾年來 在這個中央的學校團隊 高雄協議 透過的紀錄片方式 紀錄到他們組合的情形 他們都把這個廚藝的精神 放到菜色裡面以外 他們在影片裡面呈現出 我們的廚師 我們的營養師 他們為什麼開這個菜單 這個開設 還有在煮的過程 那也去訪談 我們的校長 我們老師 還有學生 對這個營養五餐 滿意的情形 那希望說大家 未來更多人來參加這個廚藝競賽 那也把我們營養五餐好的一面 那好吃的部分 分享給大家 這回營養五餐的 剛才的經濟紀錄片分別 紀錄到給香港中 新人又少 跟中民又少 同時 來菜鳳到 總部塞 跟營養素 跟校長 對著營養五餐 推動理念 還有學生 對著營養五餐的心臟 南天新聞 等一下 祈福 菜鳳報道 好看 好看 好